字幕志愿者 杏仁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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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传导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洁面肌A的棒子 那这个热传导是有什么引起的呢 热传导本身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传递 那这个能量的传递呢 是因为温度改变 温度的变化引起的 这是温度的一个变化 那温度这个变化 是什么的温度变化呢 我们说这个温度变化呢 我们是取一个小的截面来看的话 你看到这个小截面的部分的话呢 那对这个小截面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能量 那从这边烤过来 那这个能量的部分 是DQ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DQ呢 它会跟什么有关系 它会跟这两端的 这个两端 它的温度差会有关系 那我说 这个温度差的话 就是跟这两端的温度差 会有关系 所以假设 所以假设 我说如果把温度 deta T固定 我把这个固定住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DQ啊 它会跟面积 当然这个温度已经固定 这个温度固定 差固定的话 那面积也越大的时候 那当然过来的能量 这个热量就越多 那如果的时间 越长的时候 那一样的过来的热量 就会越多 这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那如果我把这个时间固定 那时间固定的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假设我面积也把它固定啊 那我说 假设这个deta T 越大的时候 那过来的能量 就会越多 所以它是跟你的温度差 有关系的 那这个温度差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 到底你是这么短的这个距离里面的deta T 还是这么大的距离里面的deta T 同样的是 这边是改变的温度差是一度 跟这么远的距离是改变一度 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么小的温度里面 这么薄的距离里面改变一度 那温度 这个温度差很大的话 那这个热量流过来就会很多 对不对 那你这边比较 这么长的距离只改变一度的话 那你流过来的热量就不会流那么快 所以基本上面这个deta T 其实你要看的是跟deta X有相关的 那这个deta X你的厚度 这是它的厚度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探讨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探讨出来的结果 我把它合并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说 原来我的这个deta Q呢 跟A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 然后跟这个温度的T度有关系 那我们说它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deta T啊 时间取得很短 那deta S也取很短 所以我的deta Q呢 其实我就可以把它写DT 所以都把它写到 取非常小的一个时间 那我把时间把它搬过来 deta Q就proportion to A乘上dT 那甚至于我就直接把很等式写出来 很等式写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比例长 你会发现说 当温度的T度 你从高温流到低温的话 这个T度是什么 小于零的 那你过来单位时间过来的 这个热量是大于零的 所以这是小于零 这是大于零的值 他们会差一个负号 为了保证这个K值是一个正值 我把负号就加在这个前面 OK 那K值是什么 K值就是我们平常我们所谓的 Sermal conductivity 热保便利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 你看到这个热导电力 K 它虽然是一个比例长数 理论上面它是不会随 温度的T度改变 也不会随单位时间的热量在改变 但是 K值会随着温度的增加 有稍微的增加 有一点点的增加的部分 这是一个 一点点的增加不是那么大 所以原来你把K值当成是一个Constant 也无可后悔 在有限的温度范围里面 你把它当成温度是Constant 这Constant的时候也无可后悔 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热的传导过程当中 你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棒子呢 你已经知道 在这一端的温度 我说它是T 那基本上我们说它如果从这个棒子从0到L这个距离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稳定态了 那一直维持这边是T2这边是T1的温度的时候 那理论上面它的温度变化是应该线性的 在时间T是无穷大的情况之下 那它已经得到这的平衡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叫做Static Static 然而你会看到 如果你传导的时间不是很无穷大的时候 那一个的棒头跟棒尾的温度变化就不是那么linear 它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慢慢的才传过去的情况 这是T不等无穷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理论上面 我们的热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热流 它是在这边传递从0点一直传到L点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热传导 温度T度的关系把它定义出来 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 到底这个温度随着X是怎么变化 就是T随着这个是X是怎么变化呢 那你就可以把底T搬过来 等于负的A分之1 然后DQDT乘上DX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关系随着X对T的变化 你就可以求 那假设这个热的流是很稳定在流动 那当然这个就可以当成是定值的啊 那你当成定值的时候呢 左边从T1到T2 底T 就等于负KA分之1 然后DQDT 然后从0的位置 这是T2 0的位置到L的位置 你马上看到了 左边的部分是T2 T1 就等于 这是负化把它搬过去 KA分之1 DQDT 然后乘上L 那你现在你就可以马上看到了 DQDT 单位时间热量是怎么流动 这里面的热量的流动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热流的部分的话呢 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等于把KA放进来 T2-T1 除以 OK 这就是 平常你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刚刚讲说 Steady state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所谓的DQDT 是等于Constant 就是很稳定的 那不会有热积在某一个地方的现象产生的 好 这是我们热的传导的情况 那如果你现在你的这个 不同的导体 不同热导粒的导体把它放在一起呢 譬如说 我举下面这个例子 两个不同的热 那我说 这个是一个厚度是D2的东西 那这个呢 厚度是D1的 那我们从这个这个热裤 这是T2的热裤 那这是T1的热裤 那我们看到 T1跟T2的情况呢 那换句话说 会有一个热流是这样子的流动 那我要知道 这是K2的热导粒 这是K1的热导粒 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它的单位时间里面的热传导是怎么情况呢 那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 你把这一点 就去假设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呢 我说它是TX 那基本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 BQ底T啊 它是等负的K2 OK A 从 这边我们已经知道 那是T2-T1的情况 那是新的T2减掉 这是已经把正号拿过来 减掉TX 然后除上 那同样的 这个热流在这个D2的物质里面 它的热导粒是K1A 那它从TX到T1 这是D1 所以看到这两个关系式的时候 只有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达成Steady State 那在达成了Steady State的时候 就代表的是DQ 我把这个当成是T2好了 就是1 它应该要等于 在第二个介质里面 这个单位时间的 那个热量的传递的部分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我们把它挡成 DQ底T 那你就把它 它是相等 你就不会消掉TX 刚把TX挑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测出来 DQ底T啊 的结果就是 D1除以K1 加上D2 除以K2 分子A K2 那不同的介质 你就一层一层把它摆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 在这边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热导粒啊 是一个 重要控制热流的 这个Factor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到底这个材质 多到的情况 多到的情况 让你要把热 从这个高温的地方 往低温的地方送的时候 厚度是多少 也是一个重要的Factor OK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个传导的部分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接着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好那你传递的是 那个 这个热 那热呢 跟钩 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其实这两个东西 都是能量 那你传递这 跟船在做工 这个能量呢 我们想要研究的 就是你的能量的传递 从这个能量的传递 你从能量转变成热 或者是从热转变成热能量 这两个东西之间的传递现象 你研究这个的关系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热力学 包含你怎么传递 是什么原因 让你引起传递的部分 那我们在之前 我们已经看过就是说 工的部分 跟能量的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你会看到的这个例子 也就是焦耳的例子 就是说 我们把一个马达 那这个马达呢 你把物体 在那边用重力放下来以后 让它去启动 这里面的电阻丝 是会把这个水呢 整个把它加热的 所以你这边就是等于 从工变成热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 第一个 会让你会想到 这样子的转换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基本上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看到的 工是怎样的计算 和这怎样的一个计算呢 好首先 第一件事情啊 如果我现在是在一个 密闭的活塞 那当这个活塞呢 从这个位置 把它移到 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活塞本身 要把这个活塞推过来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啊 在课本上面啊 这每本书讲的都不太一样 但是眼里是一样的 第一个 在课本上面讲的 这个工呢 是外界对它做多少工 那如果你要知道 外界对它做多少工的话呢 那你看到 其实这个活塞 从这个位置 移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你要把它拉过来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你的压力啊 这P啊 这Force 那我们说 它所做的工呢 Pressure是在里面的 我先这样子讲好了 我说 先看里面的 气体 所做的工 从这里移到这里来的话 那它的Pressure 其实是在改变 那改变是这样 我们说 Force 是等于F.dx 然后你把它积分起来 那这个就是你的Dx啊 从这一点一直过来 对 好 那 我该这样写 慢慢的把它压过来 那Pressure的部分 跟Force的关系 你已经知道 Pressure A Dx 因为A跟 F跟Ax是 这个同方向 那当你在做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你可能心理上 就会有一个想法了 我说我把P跟VR 把它做图的时候 当你是在 这个Ballum 1的时候 在Ballum 1 Pressure 当它到Ballum 2的时候 它会不会维持P1的Pressure 不会了 它可能改变了 它可能到P 所以你会看到 它其实 这个是会改变的 如果你想要维持它是 固定的Pressure 那你所走的是这样子的路径 就从P1到P2 也有可能 对不对 那你要把维持压力固定 你要 从V1到V2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 它要做的工是怎样 像这种情况就是Constant OK 过来 那一般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 你温度 Pressure在改变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Ballum 也跟着在摆变 那 好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部分 ADX A其实就是这个活塞的面积 对不对 那ADX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体积 换句话说 你现在 要去计算 它的工的大小 实际上 就是去计算 从Ballum 1到Ballum 2的时候 它整个 气体 对它所做的工 那这个是等于多少 这个是等于多少 所以在这个图上 是不是就是这个底下的面积 对不对 P底V 从V1G到V2 是不是就是在G这个面积 OK PV2的面积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气体 它对外界做工 那如果 我们说 外界对气体做工 那就相当于W 是等于负的P底V 从V1到V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看是 你这个讲的是 气体对外界做工 还是你外界在对气体做工 这是我们的工的部分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部分的话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说 假设压力是Constant的情况之下 那压力是Constant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个定压图 这是V1V2 那也就是计算这个底下的面积 那也没有问题 所以你说 外界对你做的工 是等于多少 是负的PV2 V1 OK 那如果你说 是你这个气体做工 是等于多少 那就是P0V2 这是一个Constant的 Pressure的状态 好 那另外一个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定压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等温热膨胀呢 等温热膨胀的部分的话 假设你是理想气体 那PV2 PV2是等于多少 NRT 那温度是Constant 所以P跟V一定是什么 就成环比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P是等于V分是NRT 换句话说 如果你记上W的时候 P的V 从V1到V2 OK 那你就很简单的 V分是NRT乘上V 所以这个东西是NR 然后Log的V2 V1 这就是你的 这个工的一个大小的部分 所以 这个是一个等温热膨胀 是我们常常 我们会 用在我们很多的问题上面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一个物体 我从A到B 这个是 到Final state 是P2 V2 我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到这个State 一种是等温 OK 一种呢 是 先定压 再定容 另外一种呢 是 先定容 容积先Constant 再定压 你有很多种方式过来 到那个Final state 那 我就很简单的问你们 哪一种是 热传导比较多的 或者 换另外一个角度 问 哪一个是 系统对外界做工比较多 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系统对外界做工的多广 跟热的传导是多广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W了 那到底Q是什么 Q跟W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我们接着要 去探讨的主题 OK 那 你现在 我说有一个系统 这个留给你们自己想 我说有一个系统 然后我因为一般呢 如果这个系统 热流出来 我们把它叫大一点 流进去 Q就是小 OK 那同样的 这个系统 如果 刚刚我们看到 他对外界做工 那W呢 是小一点 外界对他做工 W是大一点 因为他对外界做工的话 或者我们这样子定 那 或者 我说 这个呢 W 然后呢 他对外界做工是正的 外界做 对他做工 是什么 因为W跟W 所以 你是刚好相反的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把这两个值啊 把它探讨一下 我说每一个系统 他Q-W的值 Q-W的值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值呢 确实是一个 有意义的 它是一个 有意义的值 那这个值 是 不管 你走 第一个路径过 第二个路径过 第三个路径 通通是一样的 或者我可以 Q-W 那 我们把 这个东西啊 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 改变了系统里面的 internal energy 内能 θ1 那我们把这个关系是呢 就叫做热力学的第一定律 OK 这个是 我们在探讨热力学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 那这个内能到底做什么用 内能就是变成 这个里面的盐值的震荡 那盐值的震荡 那热力学第一 一定理我们知道 这是第二 第二个 就是第一定理 还有一个定理是第二定理 热力学你就是要学三个定理 第一定理 第一定理 第二定理的部分 那 记住的一件事 当你用这个 你要把这每一个的单位 都要把它变成一致 因为平常热量是用卡来表示 那 W是用焦耳来表示 你要去计算的时候 要把它变成单位一致的时候 才好计算 好 好